民國79年 郭翠雯考上了公職護士 進入現在人人稱憲的公家器官上班 但是他還是覺得自己的學歷不夠 雖然是工人 可是我還是很想要有一個大學的學歷 想說一邊工作也不好意思 也不想要讀什麼大學 可以讓我一邊工作一邊又可以上班 一邊又可以取得高學歷 所以後來我就想空中道學還有這個功能還不錯 所以我就先去報考那個空大 因為家庭因素 他中斷了求學之路 原以為這平順幸運的人生 會這樣持續下去 不料在民國91年 嚴正找上了他 他不相信 但事實就是他必須面對嚴正的到來 以及嚴正所帶來的各種痛苦與挑戰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婚人院 我平常我們家也沒有家族史 然後我才34歲而已 怎麼有可能是輪到我的癌症 我小孩子才小三小一跟幼稚園 天啊他們那麼小就會沒有媽媽嗎 以前在醫院的時候啊 餐長看到人家化療 就只是禿頭髮 就是頭髮掉了 然後看他們去醫院的時候 都是輕輕鬆鬆走著走著 只是頭髮掉了 然後戴著帽子 可是當你接受你去化療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那個壞人是生不如死 雖然碰到了這些無奈的折磨 為了家庭起工作 他不得不堅強地站起來 並勇敢地面對他 其實認識翠文 是我剛進中心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他給我的印象 就是個傻大姐 那他生病我也是從其他同事的身上知道的 所以我不覺得他是個生病的人 因為他的一些表現 會讓我覺得說 他其實是個很開朗很樂觀的人 身性樂觀的翠文 終於克服了病魔 身體也比較能適應他的存在 因此他想起以往的夢想 還未實踐 已經休息了二十年之久的大學夢 又重新燃起 後來我就一百零一年了 我就開始去讀空大了 就很努力很努力 然後覺得老了讀師還是很費力 我的女兒這樣 為了要去讀空中大學 十分的辛苦 那個冬 那個什麼禮拜禮拜 照常都要去讀宅就對了 甚至上班 有時候在艱苦 我也說禮拜禮拜 休息一下 不要去 他也是堅持 嚇足足 藥仔 客人也是走 面對自己年紀不小 又加上疾病纏身 在力不從心想放棄的時候 空大社科系 好像聽到他內心的吶喊 並適時的伸出 獎助學金 及林月勤教授的紀念文集 給他鼓勵 我們社會科學系會成立 林月勤老師獎助學金的原因 是因為月勤老師在生前 是離癌患者 然後有感於在治療的過程中 被感艱辛 希望藉由這個獎助學金鼓勵本校同學 在對抗病魔的同時 以及求學的過程中可以以更加積極正面的態度 面對往後的人生 就在我身心煎熬的時候 一度想放棄我的學院 就收到社會科學系寄來這本書 然後又讓我重新 軟起休學的動力 也希望只有這本書的啟示 鼓勵同樣有生病的同學 此之隱完成你們的夢想 克服了心理的障礙 民國105年 終於順利從空大畢業了 喂 喂 明娜 媽媽告訴你 我已經空中大學畢業了 真的 媽 辛苦了 畢業快樂 經過了這些過程之後 她現在更積極投入服務人群的行列 所以我想生病可能就是幫她開了另外一扇窗吧 其實不一定每個人都要照她原來的計劃走 那她既然生病了 所以她可能更體會到 幫助別人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所以她空大結束之後 她又選擇又去讀了職工系 我也是把我的社工的學分修完了 然後今年 應該明年二月 她就可以考社工師的證照了 所以我呢 她在學校的工作之餘呢 非常地有愛心 她會來我們的衛生所擔任職工 尤其是我們健康整合性篩檢的時候 需要非常多的職工 那當我們打電話詢問她有沒有空的時候呢 她總是一不容辭一口答應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她的幫忙 她跟我說 我討論她是二十四年 說你很有耐心的 人生有幾個二十四年 能堅持夢想努力不懈 中途不放棄 或放棄後又勇敢在追的人 我們更應該鼓勵她 勇敢向前行 來完成自己的夢想 啊 啊 嗯 啊